接着来关注商业话题 近年来腾讯和阿里巴巴这两个大佬 在移动互联网的竞争对抗全面升级 双方不仅在移动端相互封杀 最近更是打起了公关口水战 自腾讯的移动端明星产品微信诞生之后 阿里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为了在O2O领域对抗微信 阿里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阿里强推社会化平台来往 在移动支付方面面对势头迅猛的微信支付 阿里则寄希望于支付宝钱包来阻击微信 那么在这场较量中双方的实力对比如何 谁更胜一筹呢 未来他们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出现怎样的分化 但是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采访了 WeMedia自媒体联盟发起人青龙老贼 现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他们在O2O和移动领域的对抗是非常的激烈 那现在目前他们的这种战况是如何呢 应该说移动支付这个领域是从去年就开始了 对吧去年就开始 那么就是支付宝其实行动的还是非常早的 因为很早以前我就知道 比如说有支付宝的这个波斯基 包括有支付宝的声波支付 包括有这个在这个杭州这边很多出租车司机 他是用这个支付宝的二维码支付 他其实支付场景设计了很多 那么但可能就是最大的问题是他的一个产品的应用下载量 或者说这个用户的活跃度是不够的 那么微信的话其实支付这个产品 他其实也很早就做了 很早就做 但是他其实不敢开放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安全上面 一直到现在他才就是逐步的开放 并且在做推广 那么接下来的话 其实微信支付应该会大量的 应该从这个月开始吧 应该会大量的开始向外开放 通过一些正常的渠道都能申请到微信支付 你刚刚也提到说支付宝他们在移动端的用户活跃度是比较差的 那他跟微信支付相比的话 你觉得他的劣势是在什么方面呢 但是从长远来发展 就是说支付宝的这个 现在他的劣势在于 他仅仅是一个工具 那么在这个工具上 他是不能除了你付钱以外 他没有其他的一些属性 那么在微信里面 这个支付这个工具 他是有前面很多应用场景铺建的 然后是这个建立在于微信的一个沟通啊 社交啊 这么一个平台下的一个 附属的一个功能 那在这种如果长期发展下去 就肯定会微信支付会 这个占优势 这个是肯定的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支付宝如果说 他现在如果说可能迫切需要做的话 更多的可能还是在于他前后场景的这种设计 比如说 所以说我觉得他来往推出以后 包括微淘这一类产品 其实将来都会跟支付宝会紧密结合的 微信支付的不足之处呢 又是什么呢 微信的劣势 其实现在我觉得还是产品体验太差 非常的糟糕 这个产品体验 就是一个 很多人他是没有开通微信支付 他绑卡不成功 这是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是在微信 他在这个微信支付 他现在安全设的比较高 因为他也担心 因为刚起步嘛 他在安全措施上做的比较严格 那么比如说 他不允许同一个 同一张卡绑在多个账号上 一旦你出现这个问题 他就把你的账户或者卡锁定 这种情况出现以后 那其实对于很多用户会产生困扰 就非常的不方便 这个用户体验差的情况下 其实可能如果说 微信不能够改变这个 或者说这个腾讯不能把 腾讯的财富通 如果说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的话 那我觉得 即便你推再多的 这个微信支付的用户 可能还是会出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 支付宝和盈泰 还有美邦都展开了 线下支付的这种合作 他接下来还要进驻到 超市便利店等 那线下支付 他是不是支付宝 在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呢 这个应该会是 因为如果说 他跟微信支付去竞争 那么无可避免的 就是将来谁能够在线下 能够拼得越 就是线下的一个商户 和这个应用场景 谁能够更多更丰富 谁就有机会战胜对方 这是肯定的 你线上这块 其实现在你比如说像 我们手机上的支付 其实大部分是通过 App Store的 苹果手机都是通过App Store的 对吧 然后你说在安卓里面 其实也说不来 大家谁占谁占优 所以说更多的可能就是在线下 那这个地推的成本 它会不会很高 地推上面确实会比较高 地推上面确实会比较高 这个是肯定的 那包括微信支付也一样的 并不是说微信支付就没有这个问题 它也有这个问题 其实微信的地推 我一点都不觉得会比支付宝轻松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苦的事情 它可能微信唯一的优势就是说 有很多线下商家 已经开通了公众账号 然后呢 公众账号呢 一旦如果说 说我把支付接口 以一种比较标准化的方式 能够开放出来 商家可以自主来申领 然后把一些接口 一些应用场景的案例做出来 那这个的话 可能能够让商家自己去 帮助你来推动 这可能是现在微信的一个优势 支付宝是没有的 因为支付宝现在说白了 还都是线上的商家 它线上几乎是没有太大商家 现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他们都还处于在 圈底和普及移动支付的这个阶段 那他们两家会不会形成一种 差异化的竞争 那这种竞争的话 会形成什么样的分化呢 其实我个人来看的话 就是支付宝的优势是在于 它在第三方支付上面的一个 多年的一种经验 包括它的这个信用体系 包括商家的一些资质 这一类东西 平行系统等等 非常完善 数据非常完善 那么差异化的可能就是说 支付宝在他自己的一个 数据积累的情况下 他可能会更多的去做一些 互联网金融 第三方一些东西 就可能会做这个东西 这个可能微信支付 暂时还不会去动 虽然在移动端 微信有先发优势 但支付宝已经迅速反击 也有两把刷子 何况移动支付还处在普及阶段 要说哪一方稳操胜券 还为时过早 那么谁能真正笑到最后 未来又会出现 怎样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呢 我们还得走着脚